在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打了四年之后 留下了一个心灵空虚的欧洲 19世纪之前 欧洲人所相信的一切都被毁灭了 所以如何面对这种心灵的空虚 在这期的陈兵讲堂上 我们选了两本书 TSA列写了《荒原》这首长诗 运用它非常丰富的想象力 加上大量来自于西洋古典文明当中 关于虚无的种种的典故 把它编造成为一个艺术上的位界 但是同时也可能是一种警告 另外一个取境 则是D.H. Lawrence所写的小说 《查太来夫人的情人》 他跳过了文明 跳过了社会 回到人的欲望以及肉体 试图借由超越文明跟社会繁离的 肉体欲望 或许是要提醒欧洲人 在这之前 在这个之后 我们还有这样的温度 以及这样的可能性 藉由这两本书 希望可以在这一期的 陈明讲堂当中 让大家回顾一百年前 所发生的战争 更清楚地了解 这场战争对欧洲 乃至于对全世界 所产生的冲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